台北市的芒芽地区过去是有很多观光客 不过也正是充滅了当地的商业发展 现在也正是非常欢迎 台北市的商业业就结合到当地35斤的特色产品店鸡 几位到美食在台北到店吃芒芽的外甸 邀请民众 再回来跟芒芽吃美食 听大讲 一段话在伴德顶面吃的吃的菜买汤 就能够放了一锯够发光顿 如果这还不够 加上一碗白菜落到芒芽 让人吃暖一直流 芒芭店家跟伴德顶吃的菜买 直接作成一个人分的特餐 随时都可以享用 这一次的优惠的话 我们就是会用送小菜的方式 对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民众来店里消费 对 然后平常古早味的菜色 因为芒芽真的从去年到现在 今年刚才很多的业者还在讲 今年比去年还辛苦 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今年这一次的机会 能让更多人知道芒芽的小吃 已经重选台湾两年 台北万花竟是受影响相亲的地方 对了一开始的业务 又因为观众家没法来 相关性率是减了很多 为处 呼启中黄山山的标识 台北市后星期就会提出进行方案 台北市的振兴方案在下个礼拜 我们还会再推出来 就是说虽然中央都还没有提出 但是我们已经 会整我们大概可以提供的预算 也会去跟议会做争取它的支持 所以就这个部分台北市会尽力来 协助我们的商圈进出的恢复元期 台北市三亚国结合万花35均 地式餐饮店家 整个月美式在台北到定 吃万家外党 现在起到8月31号 民众政王万花推荐店家并消费 都可以参加众中行事 10万的条件外党 这美式条大众 希望带动万花餐饮华肉发展 既然从中华台北 彩虹博德